232 頭條日報 盧考音嚴下掃眼派凡 2015年7月12日娛樂P21盧考音前晚在九龍灣 擔任野老音樂會的特別嘉賓 少然野老眾人都視格衰衰又嫌濕 盧考音前晚雖唱字深夜 但昨天一早就到白田的澤康 H.探訪獨居長者 更派凡宣揚護老愛老的精神 由於昨日氣溫高達三十四度 盧考音索性不化妝到場 他表示行動很有意義 自己亦有年老的親人 覺得嚴熱天氣下 更應多關注長者的身體狀況 以免他們中暑 而他亦怕休息時間不足 會體力不支 故在派飯前吃了早餐 更自備飲品 並盡量站在陰涼地方 少清者些知識時家中長輩教他的 現在回歸老人家 辛苦點也值得 積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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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積高